相信大家最近都對港股失望的情緒越來越多 心死了 放完價回來又跌過 昨天都試過低位 怎樣看現在向下看你的支持圍片 還有究竟有沒有什麼憧憬可以憧憬到呢 這個挺閒談的問題 始終憧憬這件事 雖然大家很多時候都有 但是最終出來那一刻就未必太越遠 例如過去這個星期 本身都有憧憬 雖然港股本身不太好 但是有憧憬可能靠內地的政策 但是你結果過去講的降準 甚至日前公佈的LPL兩邊來計算 其實大家又是有些落空的 可能這樣說都見到一點 很難找到太大的衝氣 可能反彈一定會有的 始終你跌了那麼多 好像上個月一樣 一兩下反彈會出現 但我想大方向來計算要港股真是一個轉勢 或者真是一個很明顯的升浪 現在可能不是時候 可能比較樂觀點說 都要等到可能年中開始 慢慢才會有更多的機會 因為始終現在你面對的一些情況 比較多都是偏審慎一些 一來剛才提到外圍 當然你講的都是加息那樣東西 而加息的情況之下 你對美元或者債息是有一個扯高的 你美元一強 相比來說就對港元也會有些壓力 以照港股也會有些壓力 連帶債息強 對科技股也是不利 只是這兩點我想外圍因素影響之下 對港股都比較難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可能真的要等到譬如五月份 當它再加多五十點之後 起碼都叫做再明朗發多一步 到時才會慢慢好一點 以往加息周期都是一樣的 過了兩三次之後 其實對環球股市的影響性 就相對是慢慢少一些 所以這個我想要等一等 而你剛才提到一點就是內地 始終你政策那邊又不是太大力度 雖然我是同意不要太大力度住 因為始終其實現在 我想大家都知道內地面對的問題是疫情 即疫情這麼反覆 可能很多城市都在封緊 甚至很多經濟活動都會停止 物流亦停止 公然亦都是緊張的 但是不是透過減息降準 這些會復活呢 其實這也是大家都要想的一個問題 所以反而我覺得不做著有它的好處 可能等到照著疫情過去之後 譬如真的可能五六月回來 才能夠大力多一點去出 那到時效果會更好一點 那好過你現在強硬為降而降 為減而減 其實就浪費了效果 還有其實實際講真句 你看過去這幾個月的數據 雖然內地經濟都是慢慢下降 但是如果從一些信貸上相關的數據 譬如三月份你看到新增貸款 社用那些其實不差 變相又不是沒有人去借錢 所以你說需不需要放這麼多 其實我自己的角度來說 這次反而不是一件差的動作 但當然市場是需要有多些流動性去刺激 那你如果沒有的話 那自然一定是難有一個推動性 所以你看到無論內地 以至到外圍來說 對廣告都沒有特別多的正面支持 再加上廣告 你看整個走勢都知道 都是壓在平均線的樓下 甚至放假之前 上星期二、三、四 叫做想彈過三天 但是那三天都未上過二天線 反而這刻繼續壓下來之下 是明顯地倒序排列 所以整個格局都是繼續補列後 昨天都已經補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補列後 就是3月16、17日 201-208左右 變相現在初步望發 201附近這些位置 究竟看補列後後 能否守得住 我覺得未至於說非常悲觀 我覺得又不是悲觀到要再多 好像三月份那一段那麼低 但是始終要上去就會艱難一點 所以我想在港股部署上看 大家都真的越來越沒有太多心機 我看到我們的觀眾 宇宙大王在checkroom留言說 港股今年是否玩完了 那你覺得這是偏悲觀的想法 還是不是 這個問題其實去年大家都有問 那今年就更差了 所以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或者有時候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又很難憑這一刻就馬上看得太長遠了 而且整個市場變得很快 我覺得特別近這幾年 其實雖然港股政是落為主的方向 機率大一點 但是是不是一面倒地 你這一刻買下去 譬如假設你現在大概兩萬一邊 我當你現在這樣再股 你會覺得可能年底去到萬八 或者是萬七那麼低嗎 我覺得又很難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暫時 譬如這一季 可能還是會一般一點